大家看我桌面我带大家写一下 通过student导航到course 通过中间表导航过去 score这张表导航过去 所以呢 它们之间的是一个多对多关系 我们保存course的一个set course hashset course course 名叫courses 写好getset 写many tomany 写drawntable name应该就等于score 当然这个name的话呢 如果你确认不了的话呢 就跟这儿 写一下table 写name等于score 大多数都不区分啊 所以呢 其实你写小写的也没关系 精确起电 你就给它起个名 就叫score 好吧 接下来 它其中有一项的叫join column 是吧 是这么写吧 join columns 等于 等于 它是一个集合 咱们说过集合如果只有一项的话 就可以 不用写了 join column name name等于 student id 这个东西一定要和 course这边的 对不起 一定要和score这边的 join column 一定要一致 如果你不一致的话 就变成什么了 就会多出字段来 是吧 好 那么还有什么呀 inverse join columns 等于 join column name等于 course id 通过你起这名呢 我相信大家同学 同学们也会慢慢发现 将来你要参加到一个项目组里头的话 这个命名的约定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明明约定 约定好了之后 这些名字你想都不用想 肯定叫这名就是了 是吧 有时候规定要不要下滑线 是不是图峰标识等等 规定好了之后 这些名字你都不用想了就 慢慢的要意识到这一点 这样呢导航我们就设完了 现在我们设的导航是什么呢 通过student可以导航到course 通过score呢 可以导航到student和导航到course 是吧 嗯 其他的都没有设 如果其他没有设的话呢 你就要小心一点 就是你 你的 查询的时候就要麻烦一些 HQIo去构建起来就要麻烦一些 是吧 好 我们先来生成表来试试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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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class 升成了表 所以我掉main方法 main里面掉了beforeclass run run java application 应该是hybernet的configuration没改过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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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创建的表对不对 创建了student id name 创建了score id score course id student id 创建了两个外键 诶我的course表去哪了 在上面呢 course id name 没问题吧 这正好是我们想要的表 是吧 嗯 还是那句话啊 先建表还是通过他来建 这个是具体选择什么情况下都有 一般情况下是我们先建表 建好表之后我们再使用annotation来做好关联 我们那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程序来帮我们生成表呢 主要是我们建表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想得起来能够完完整整的映射出来 我们可以通过他先生成一下 然后你就知道啊你的表该怎么设计了 是吧 对吧 接下来你再去详细的调整你这张表的长度啊 然后哪个字段上需要加那个约束啊 哪个字段下需要加锁引啊 哪些东西需要加trigger啊等等 这时候你再进行进一步的调优 有同学这脸眼神不对 再跟大家说一下 把这问题给大家说清楚啊 这眼神不对 因为我一般 会盯几个同学的眼神是吧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所以我们要贴好势力眼贴 说一下在实际工作之中 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先建好实体类 在实体类里边把那个建表的语句那些约束全给的全都给他加上 接下来让他自动的帮你生成表这样的话到哪个数据库都可以 不过在很多的公司里边 他实际上懒得去关注hybernet那些设置字段的具体的那些属性 所以呢他就会先建表 因为他本身建表语句建表的工具很多 比如说power designer 建表的工具很多 然后呢他对建表的语句也比较熟 对具体的数据库的相对应的语言也比较熟 所以往往会先建表 另外遗留的习惯是先建表是吧 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情况下是先建好了表 但是在建表的过程之中 他不一定能够跟实际当中我们的实体类的这种应射关系能够对应上 这时候他不一定能够提前想得到 哦我们的实体类就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呢 实体类通过实体类声称表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有用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可以帮着我们生成实力性的表来指导你 你的表应该怎么样建 好我现在说清楚了吧 嗯 还有没有哪个同学有疑问的 这回眼神看不出来了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就直接让他生成 因为我们对具体的那些个字段的调优什么呢 现在不不感兴趣是吧 所以让他生成肯定没错 好了 声称的表呢就是这样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save 这个测试就是你在这里做测试做读取做保存 实际上他都跟你的导航的设置有关系 假如你双方都设了导航了 那通过他也可以存他 通过他也可以存他 是吧 假如你只是单方设了导航 那一定要先存多内方 OK 首先 来个student 等于 new一个student save name save name save name 射一个名字 张三 张三 张三学了一门课 所以来一门课程 course say new course say theirsave name java 可以 sav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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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是这个student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给他建立了一个关联 是吧 当然你还可以把什么呀 s.getcours 然后呢add 给他加进来 保存 好我们save的时候 你想一下这个先后save的顺序 应该怎么save session.save 先save student s session.save course session.save score 你要确认不了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先按你的想法save一下 然后看看数据库里的数据是不是你想要的就成了 是吧 因为具体的我们项目中的save过程呢 其实它跟我们现在模拟的这个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你想想看 作为一个管理系统来说 很可能你添加student的时候是自己做错的 是吧 是吧 然后呢 或者是后台管理员添加的添加课程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的 然后打比方说我们现在选课 这问题更复杂 我可以告诉你 打比方说我们选课 说哪个student选了哪门课 考虑考虑复杂吗 哪个student选了哪门课 这时候你就要student和course之间建个关联 一般需要一张中间表 是不是啊 对吗 所以哪个student选了哪门课 你这张表建在哪呢 有同学说我单独在设计着 没必要 你可以就建在score里面 所以score呢 其实也肩负了 哪个student选了哪门课 然后你考虑一下 当他刚选完这门课之后 他有成绩吗 这个成绩就是一个零 或者是个空子 听清楚了吧 对吗 然后当你真正存score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update一下 把那个分数原来从零 给update下来的数据 听清楚了吧 所以这个过程呢 只能为我们写实际当中的项目 你才能练得到 这是为什么你光学知识点没有用 要来跟大家说过一次 有一篇文章叫 美国人怎么叫小学生 是吧 我现在 我相信你应该慢慢体会到了 他说有两个东西比死精英杯更重要 哪两个东西呢 第一是查 第二是综合运用 知道听吧 所以你只有去真正做项目 综合运用到一起的时候 你才能慢慢的意识到你这些知识点是干什么用的 我现在给你再怎么模拟 也都是一些小屁程序 咱们只能这么来模拟 是吧 要我跟你按时期当中模拟的话呢 就是就是你必须得用update了 是吧 嗯 模拟也可以啊 麻烦一些 现在简单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等我们写到实际项目再说 好 我们先看这个save呢 能不能save进去 看数据 testssave run as junitest proceed cannotinsert cannotinsert score certstudent cert course id doesnt have a deful value 找一下看看你出在哪 id doesn't have a default value sure it into 前面的语句 把student id设成 auto increment了 这剪表显然见的不对是吧 我们看一眼问题到底出在哪 看完桌面 问题主要是出在这个地方 就是声称表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声称表 声称表的过程 它声称的表不对 创建了一个course 创建了一个student 关键是声称score这张表的时候 你发现它的主件被设成谁了 student id和course id的联合主件 就是默认的使用了是 何调林讲的最初的第一种 第一种设计方案了 是吧 这个并不是说咱们设计方案不对 而是说呢 是hybrident声称表的过程 它其实我认为有一点小bug 因为这个表是怎么生成的呢 你观察它的结果 你会发现 它这个表的生成呢 是按照student这个里面的东西 来帮你生成的 尤其是加这个主件外件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来生成的 咱们score里面 你看我们设的主件是谁啊 我们主件设的是id 结果它生成主件的时候 是按照谁来生成的 按照联合表的情况来生成 是吧 所以这是有问题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很多工作之中呢 是先手动建好表 原因就在这里 那这个没办法 我们怎么办呀 只能是 手动来改这张表了 job table score 然后呢 create table score 首先id interlation 它是一个primary key 然后它是一个autoincrement 前后顺序写的对吗 试一下 第二个字段叫studentid 它是interlation 它references 去参考谁啊 student 这张表的id 接下来 course id interlation references course这张表的id 最后一个是score写 写interlation 不行 references写错了吗 references写错了吗 chattermenu currence references 嗯 少了一个e是吧 好 我们建好了 建好之后 我们再来做这个实验就行了 啊 当然做这实验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在beforeclass这里呢 你不要再让它自动把你升上了 是吧 我们手动升上的 再来测这个testlation run it 这有你test proceed 好 这回都没问题了 是吧 我们来看看它插进的数据对不对 select sir from student 没问题 selectsir from course 没问题 selectsir from score 好 没问题吧 分数 我们设分数了吗 没设是吧 没设是零是正常的 ok 你自己设分数就行了 怎么了 我听有多人有疑问 自己键表的时候 那个cascade 是不是相当于就没用的 自己键表的时候 cascade 那个没有用啊 自己把表 自己把表 自己手动键了之后 自己把表手动键了之后 cascade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了 当然用得上了 这跟你自己手动键表 手动键表跟自动键表 跟cascade有什么关系啊 你cascade不就是表和表这间关联吗 你手动键表把这些关联键好 他就会自动的帮你往里插了 没问题 怎么会有同学 在这方面有疑问 手动键表跟自动键表 无非就是键表的方式区别 你手动键跟自动键 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怎么了 我看这个表情还不对 我这么问你就行了 我问你 手动键表跟自动键表 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你拿一个机器来包着鸡蛋 跟你拿手来包着鸡蛋 最后包出来是不是一样的 那你影响你下一步的使用吗 有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跟你设不设 cascade有关系吗 没关系吧 因为你键表表跟你手动键表表 跟你自动键表表 结构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写程序的时候 cascade不cascade 跟那有关系吗 没关系 听你明白了吗 因为你想cascade他找的时候 无非就是说 你找到了student的 找course的时候 就是表连接 只要你里面的数据能对应上 哪怕你外界没有 有的时候都可以 是不是啊同学们 外界没有其实就可以 我是根据里面的数据 能不能这个id能和那个id 能不能对应上来取的 想想看是不是 所以他跟你那个表 建的方式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事有问题就提 因为有时候吧 我认为这问题不是什么问题 可能你认为这问题的就是个问题 所以你就提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load 打比方说我想知道 这个student学了哪门课 然后呢这门课呢 到底又有他得了多少分 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点呢 我要知道这个student是谁 是吧 这student的id是1 所以呢我们先把这student给load出来 student呢 s等于s等于student 然后session.load student.class1 露出来之后 我想知道 s.getcourses 想知道他学了哪门课 所以就可以做一个循环就可以了 是吧 for course say 冒号s.courses systemout println c.getname 好现在想知道呢 这个学生 这个课程呢 到底有得了哪些分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根据咱们现在设定的这种关系 这个就稍微麻烦一些了 你想知道 这门课他拿了多少分 同学们你们说 该怎么办 用hqr查询可以吗 select from school 然后呢 where studentid等于s.getid 是啊 等我们学了hqr再说 好吧 那个 有非常简单的方式 我们先来实验一下 他能不能把cours拿出来 testload run as gunitest 好了看这里 他学的是java 没问题吧 嗯 呃 这个链接比较简单 因为你已经知道 studentid了 所以 只需要去查这个cours 从score里面 查出他的studentid等于多少 两张表一连接 就能就能拿得出来了 OK 大家呢 你先花点时间 把这个save和load 把它写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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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